Hello 大家好 有人經常說澳車北上 有人上去大陸消費 其實坦白說澳腳北上一早已經有了 有人上口岸市場買菜 有些行蓮花路 其實拱北蓮花路曾經是珠海市商業最繁華的地段 以及最早的商業中心 其實我們小時候已經走過 記得以前賣蛇的也有 龍虎鳳幫你挑雞眼也有 不過現在近年由於運營管理缺乏統籌 業態更新滯後這些原因 近年蓮花路整理的店舖也很多 商業活力非常低迷 就像我們的十月初五街一樣 前兩天拱北方面 蓮花路更新項目改造工程正式開工 改造之後希望一洗颱風 重振蓮花路 繁華的景象 蓮花路今次的改造範圍 由越華路口至友誼路步行段 長大約580米 建設內容包括提升改造基礎設施 補足完善公共服務配套 盤活閒事的工產物業 解決歷史遺漏問題 打造為文女加消費 還有社交市民遊客熱滿目的地 並計劃在拱運大樓前廣場 復原明代的門樓 重現歷史文化記憶打造新的打卡點 其實以前蓮花路真是很旺場 不少女士去那裏買衣買鞋 更是不少精壯男士 認識女士的地方 一到晚上 燈紅酒綠 夜夜生歌可惠 是我們男士健康教育的示範基地之一 是呀 時而世逆 現在蓮花路這麼舊 真是毫無競爭力 看頭可言 現在珠海有很多新蒲點 例如不少雙圈 什麼華八雙刀庫 華里九州道 又新又美又多食屎 那是聚賭人氣 你不改造 真的很難聚賭人氣 不過改造之後 看看結果如何 最重要是能否吸引人過來消費 關鍵是能否吸引多些人過來開店 商業組合 是否吸引呢 這非常重要 好 這集看到星期間的照片 支持我和大家訂閱